欢迎来的姐妹 今天的事情的根据是 《愿尋求上主的人落满心中》 《圣荣》105篇三节 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仍然延续着中途大使录 记载的是伯都禄和约望 他们去圣殿祈祷 遇到一个自出粮胎已经逼着的乞丐 当然乞丐就向他们求施舍 伯多禄开口对乞丐说 银子金子我都没有了 不过我将我所有的给你 我恩着耶稣基督的名字 要你起来行走 于是拉起他的右手 这位乞丐本来乞丐 站起来有力 不单止这样 他们一起进去圣殿 乞丐随走随跳赞美天主 所以乞丐成为一个落满心中的人 为什么伯都禄和约望可以做得到呢 当然首先不是他们做的 或者是耶稣基督的奇迹 但是伯都禄和约望都有他们一个角色 因为他们呼叫耶稣的名字 然后以耶稣的名字来医好 所以他们是伯都禄和约望是尋求天主的人 首先他们是落满心中 然后他们才能引领这个乞丐 跟耶稣相遇 给耶稣医治 亦成为落满心中的人 没有多久之前来自加拿大的一位失明的神父 晴明充神父 来探望我们四人修院 一班的修生 那晚我们一起祈祷 吃饭 然后聊天 修生们 有很多感受 很开心的那晚 为什么呢 首先是 情神父是一个很开心的神父 很有幽默感 很会说笑 而且言中有物 是一个很有信德的神父 虽然他看不到东西 失明 捉住人的手 来到上楼梯 很不便的 其实 可以有很多东西是不开心的 可以说 天主你要不要我帮你做事 为什么你要我看不到 可以有很多埋怨 一点都没有 他还说笑 在修会团体里面 我是唯一一个看不到的 但是我就去得最远 出得最多 来到香港 天主的计划很奇怪 相信 我们体会到的 晴明充神父真是一位 愿意寻求上主人 我们看到他 落满心中 各位兄弟姐妹 让我们重复这句圣经的本句 愿意成为这样的人 愿寻求上主的人 落满心中 圣语105篇3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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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